迪英孙鹏傻了!他儿子这次神仙也难救了!孙安佐罪名在正一!报申请上百年名校犯罪系。 迪英和孙鹏儿子孙安佐依一句玩笑话,引起轩然大波。 不过和他一起就读《康乔》的同学却认为,他虽然在学校很调皮,但其实只是个孤单,需要关心的小男孩,并透露他童年其实缺少父母陪伴。 2018年3月29日,孙安佐被爆出因涉嫌恐吓,遭到美国警方逮捕。 之后在其寄宿住处,插破了枪支极1608子弹。 但根据11日法院更新的最新案卷,他多了一项持有犯罪工具的罪名。 另外还有传言爆料他已经录取宾州百年名校天浦大学的犯罪学相关科系。 如今因为射击刑事案件,入学名单中暂时查不到他的名字。 上达比镜局远警总监齐伍德,Michael Shetwood,指出,警方找到190厘米手枪和超过1600发子弹。 其中包括425发AK47子弹,295发AR15子弹。 奇姆德说,他对一个去年8月才到达美国的交换学生,能从网路上取得弹药等材料,并自制手枪感到相当惊讶。 我们毫不怀疑他在计划些什么,一场悲剧被阻止了。 奇姆德表示,上达比警方目前拥有手机、电脑、影片、枪支弹药等证据。 他们明天将与国土安全部见面,把证据呈交给他们,让联邦政府介入调查。 奇姆德说,孙安佐的寄宿家庭女主人。 在警方展开搜索前,进入孙安佐的房间,将手枪和弹药装进一个袋子后,将袋子带走。 其姆德不愿透露他们将袋子带往何处,寄宿家庭主人目前未被起诉,但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孙安佐上周叫同学5月1号不要到学校,他会在学校开枪。 虽然他选称是玩笑,但同学认真一对,通报学校报警,警方上周二到孙安佐就读的高中逮捕了他。 警方周一表示,在孙安佐寄宿家庭新发现1600多发子弹。 其中包括攻击性步枪AK-47,有425发,295发,AR-15子弹,以及一把9厘米手枪。 图结自CBS画面,台湾艺人第一,孙鹏之子,18岁宾州交换学生孙安佐涉嫌食物,并威胁扫射就读的天主教学校被控恐怖威胁遗案。 Upper Derby当地警方周一表示,在其寄宿家庭新发现1600多发子弹。 其中包括攻击性步枪AK-47,有425发,295发,AR-15子弹,以及一把9厘米手枪。 警方表示周二将与国土安全部人员会面讨论调查进度。 警方感谢当初出面举发的学生,众多当地居民已推特肯定该执法。 并引述台湾媒体近日报道,指孙安佐在台已有行为不捡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